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 英国首相苏纳克23日在伦敦国防会议上声称 中国崛起是一种划时代挑战 但他还称西方对北京的回应绝不能是保护主义 有必要在一系列问题上与北京接触 但同时报道称苏纳克声称 中国有能力也有意图在重塑全球秩序 鉴于此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保护自己 他支持在半导体等领域对华采取措施 声称在我们的经济中有一些非常敏感的行业或技术 我们希望采取特别有力的措施 例如半导体军民两用技术量子等 不过他补充说这些不是全面陷入保护主义的借口 苏纳克的论调并不新鲜 近期多名美欧政客轮番在谈论对华关系时声称 应对华进行所谓的去风险而非脱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本月19日 曾在记者会上表示 谈论所谓去风险 首先要弄明白风险是什么 源头又在哪里 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 是凭借自身军事优势 对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等弱小国家 发动野蛮侵略的霸权行径 是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霸凌行径 是鼓吹民主对抗威权 试图把世界拖回冷战年代的 开历史倒车行径 这些风险无一来自中国 全部来自少数试图给中国 贴上各类标签的国家 据媒体此前报道 5月21日 针对英国首相苏纳克 在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 中国是当今全球安全与繁荣的最大挑战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 第一时间予以强烈谴责 一段时间以来 英国政府在对华政策和言行上出现反复 今年3月 英国发布更新版 安全防务发展与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 将中国定位为划时代挑战 引发外界对中英关系下滑的担忧 4月 英国外交大臣克莱福利 在一次演讲中呼吁与中国建立更具建设性且稳健的关系 反对在新冷战中孤立北京 上周 因放弃竞选承诺 称不会关闭孔子学院 苏纳克遭到保守党内鹰派人士的公开批评 5月22日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国专家认为 苏纳克选择在极其峰会期间 发表一些错误言论 是希望通过对华强硬态度 展示自身的领导力 并抵消英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明显下降的事实 但这种鹦鹉学蛇 只会进一步强化他的小跟班形象